妈妈 你要给大伙演示剧 设计服装 你是太厉害了 影视剧爆火 我也能跟着火呀 我们呀 能赚更多钱了 太好了 妈妈爆火 哥哥爆火 这样我们就很快就能买了新房子了 那是 明明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吗 我没事 看是哪个回答感追尾 我去找他赔 哎呦 我们又见面了 你 妈妈 我想去帮你打块蛋 你不是想看我呢 我就让你 哎呀我擦 妈妈为我 全女人 早松手不就好了吗 哪有那么多危险 总裁为我 怎么每次遇见你都在被追上 还有钱连无辜 感情不黑点 叔叔 妹妹 妈妈 快跑 妈妈带你去医院 该死的小牧羊居然为了被他妈吃饭 拒绝陪我来夜 肚子好疼 该不会是上次小产的后遗症吧 医生啊医生 我孩子留了好多鞋快来给他看看 伤口太深要缝针孩子这么小 你们是怎么做父母的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要疯针 会变丑 绵绵不怕 现在用的是美容针 不会留疤的 还是妈妈理智 乖 别怕啊 不要脸的贱人 你居然有小孩和叶总套进户 你们要特别注意孩子的安全 它是罕见的RH阴性A型血 如果失血过多 想书血都难 RH阴性A型血 好疼 绵绵的血型居然跟我们一模一样 她今年五岁 沈云归孕有纹身 难道沈云归就是六年前的那个女人 妈妈偷偷 绵绵要吃糖 绵绵 你在这等妈妈 我去给你买糖 那医药费 我来付吧 绵绵也是因为我受了伤 医药费 养养费 还有物学费 你放心 我是不会和你客气的 绵绵 你在这乖乖等妈妈哦 不好意思 误会你是孩子爸了 不过 你们长得还真像 说不定 我还真是她爸 用最快的速度 帮我跟绵绵做个亲子鉴定 要做亲子鉴定 难道绵绵是叶成军的女儿 不行 绝不能让沈云归 抗上叶成军这座大神 叶总 你说这个还管是吗 除了会找我人 你从哪里还会干什么 你说出你背后的人 我考虑考虑放进去 你他妈就算啥 我也不会说 你不是有个人爱的 自己去查呀 要不是沈云归那个女儿 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受辱 叶正军 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把新片送进去 新片已经找到了 别臣的现金重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的小命吧 别把人给我弄死了 问出他背后的人 把他扔回去 给对方回个礼 是 是沈云归 他是个奸细 他还想帮我把新片送出去呢 继续 呀 总裁 这是医院送来的报告 总裁 我觉得 无论沈云归是不是公司间谍 这件事情 我们都不能放人不管 毕竟 每次总裁遭遇追杀的时候 沈云归都碰巧出现 而且 这次公司中毒的假芯片 就是他带来的 或许只是碰巧 是齐亨他们设计陷害他的 我会聚集调查 我会负责的 老师 老师 他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绵绵绵居然不是我的女儿 老师 老师 他是罕见的RH阴性A学习 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 像是被人精心安排的一样 难道 他真的是你只老狐狸派来的奸细 总裁 进行调查 沈云归近六年的履历过于干净 应该是被人动过手脚 把沈云归给我抓回来 我告诉叶成军的小 说你是个奸细 他居然信了还把你抓过来 有你这样可美人陪着我一起死 真他妈直 为什么选择我 为什么诬陷我 为什么故意往我身上放心 在你眼里 我很好欺负是不是 那只能认你倒霉 谁叫你偏偏帮上我 你胡说 既然你进了 就说明这里有你的人 你想让我代替那个人 你休想 聪明 可再聪明的人 也只能是替死鬼的命 既然这样 那你就先走过 到了地府 依然能再杀你一次 疼不疼啊 沈云归 你别让我活着出去 我要是活着出去 我就让你在我的怀里 欲险欲死 是吗 恐怕 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还不能死 怎么了 腿软了 你才软了 你全人都软了 你为什么相信他说的话 认为我是奸戏啊 芯片是假的 你怎么解释 不可能 芯片明明是我亲自放盒子里 不可能是假的 沈云归 再给你最后一次敬礼 把真的芯片交出来 总裁 你不能通过别人的嘴了解我 你应该用你的脑袋 给提高一下你的智商 你觉得 我会做出那样的事吗 别再试图挑战我的耐心 你骂我智商逼 你很好吗 我只是想生意的提醒了一下 总裁 我要做过了真正的坚信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你暗闲不闲 你不闲的话 你用陪你杀了我 去你家搜 别给我耍花招 现在就去 我 叶成军怎么突然出现在我家 糟糕今天要工作 芯片没随身带 你慢点搜 慢点搜 总裁 你要喝点茶吗 你看我像是来喝茶的吗 总裁 我家里真的没有芯片 我给你发誓 你要是能找到的话 我就给你泡一辈子的茶 是吗 总裁找到了 怎么可能 明明已经生了的 你们冤枉我 就在这个丸几群的肚子里 沈云贵 你明明就是别有居心 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别有居心 总裁 我哪有什么居心呀 我对总裁 绝对是诸心耿耿 我为了能够吃饱 脏了两顿饭 我可是很心灵的 哪有什么居心不良啊 那你解释一下 芯片为什么在你家 我怎么知道啊 不过 总裁年轻有为 聪明未知 别去慧眼 肯定不会中了齐横的奸戒 冤枉好人的 有嘴话舌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欢言巧语吗 沈云贵 因为你的耽误 新品发布会延迟了好几天 更是导致股市大跌 野军集团损失惨重 现在我就来跟你算一下 我的损失 什么损失啊 芯片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总裁 能有钱解决的事 再钱是根本就解决不了的 解穷的 就只剩下脸了 余设计师 你这是可言可甜可嫌呀 冒昧的问一句 你有男朋友了吗 要是没有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我 叶承军 要不是我为了复仇得装小白兔 你以为我会怕你 想好了没 怎么赔 这事不能怪我呀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芯片就在我家里 要怪的话 你就去怪齐恒的混蛋 要配上去找他呀 我也很冤枉啊 我会让财务部给你充明戏 钱在你公子里慢慢靠 叶承军你混蛋 冤枉好人 我不是奸戏 叶承军你敢欺负我吗 我要你好看 走去见见叶承军